好 欢迎大家来到动漫训物电台 逢星期三晚提供下载的《港漫咬借帮》 今晚是第145集 收听的方法 没错 现场在RG7是没得听的 所以就在网上下转 www.easyrubish.org 如果想在直播时段和我们聊天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msn.easyrubish.radio.gmail.com 如果想和所有听众一起分享你的东西 也可以加入M群吹嘘 就是group275180 at msn.son.cn 大家好 我是漫游者 我是斯蒂 我是兵姿 我是麦日朗 我是小贝 好 今个星期说什么书呢 好 说书之前 当然要恭喜下些分讯 恭喜 谁结婚呢 恭喜大家 阿龙你结婚了 不关我事 我哪有那么幸福啊 前卫的艺术工作者 艾美美 哈哈哈哈 袁宝宝 袁宝宝 袁宝宝和钟维宝 哈哈哈哈哈哈 我闻了很多 是啊 他们在这个专栏公开他们的分讯 是啊 那啊 你读一下 读出来吧 曼记 一虎八寶图 哈哈哈哈 好 今期说了 阿寶的专栏 袁家寶专栏 今期宣坚终于退场 除了他太太 我都不舍得他 除了他太太的衣服 哈哈哈哈 其实他太太的衣服已经没什么了 只有一条 tea bag 如果在后面看 重点 重点 不知是否编辑阿韦和我已结婚 一舍两夫妇的感情就特别投入 哈哈哈哈 谁是夫 谁是夫呢 我比你有兴趣的一样 我估计如果他这样偏排前后 应该就是阿韦是 即是 即是 夫啊 是公 不算是女的 因为以西式的结婚 一定是 譬如Annie and Tony Annie可能是儿子 也可以是 Angela and Jerry 所以通常前面那位是太太 如果看西式 因为他不是说 中缘联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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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西域的人就不准来 他们这次很低调 上次摆酒有请我来喝 这次都没有 哈哈哈哈 不是 常常都是 黄先生有没有去喝 哈哈哈哈 可能没有摆酒 即是 围来吃餐饭就算了 是啊 即是很围来的那些 那就没理由由你睡觉 这个世界上的真爱不用那么高 围到很久 可能旁边黄峰来那边都不请 是啊 即是可能就叫了阿豪 入了他自己的房间 即是入了阿保 三条酒 喝气喝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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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你们两个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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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知那时候 写《洪武大帝》 哇 这么多副 即是越写越投入 总之恭喜啦 恭喜啦 网上都广泛流传的啦 是啊 书就不说的啦 哈哈哈哈 最重要都是分讯 是啊 总之我们就说分讯啦 下个星期我们再说他本书 就是说今期 因为今期有人死亡 那没理由 他们红事 我们就说白事是双充不太好 所以今期就不说三个饥王 但总之恭喜阿保和阿慧 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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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但狗哥是S回他 C的哥爾被人虐待後 C的哥爾是魔政喉群 SM雙修 他可能愛上狗 有機會 好像葛霜四出騎著老虎在找楊哥 我喜歡這個形容 以前最初就是葛霜找楊哥 現在就是拿渣找狗 終於被他找到白菜 在榕樹頭那裡 找到小龍女 波爾在哪裡 代入了 阿錫其實是一丟 阿姆根偉做了過兒 對 真的一模一樣 大家都知道這個風神機的故事不是原創 小說改編的故事 反拳品都沒有給和仔 耶 今期就斷開兩節 你可以把他的故事理解 第一個就是講回阿拿渣出場 終於開始之前 阿拿渣就是再綁我一次 他也沒有一如小輩的願望變成很帥 他依然是那個雙馬尾 很可惜 他依然是那個造型 只不過是三個月 半年 他說他離開了狂動半年 他改過的髮型可能已經可以了 你想想想 如果他把頭髮放回頭髮下來 就是通通的樣子 大約也是 即是我們搞機角色 但你看回 其實 這個正式講到 阿拿渣的心事 就是 他被阿九調教完之後 啟蒙了 身體裏面的M特質終於開發了 明明整條村的人很討論阿白菜 但阿拿渣是無動於衷 當然啦 那是甚麼來的 我不知道 而且他現在是問一些 會問他的人 阿白菜不是S屬性 不過他們這邊 似乎說很少 短期內都不會再說 當初還想過 會不會阿九二 那班人又聯成一線 不是 剛剛這期才開這條支線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他這邊是會有事件發生的 如果不是 沒理由突然間 上期才出白菜 他們在榕樹頭買包那段 然後今期就說 他們拿渣來找他 沒理由就這樣不了了之 但因為他們是沒有頭緒的 沒有任何資料 可以怎樣找到 他們都沒有神力 你當他是One Piece那些刊頭 差不多 《拿渣的SM之道》 之後就進入了這個 被Umbella控制的 一個喪屍之城 包四 今期就說到 有狗 還有一群人 被招待 原本被捉到一個村 一個鎮 裡面全部都是 類似兒子喪屍的物體 你可以當他們是 Dead Rising 要做一個屠殺 總之夜晚過去之後 你們還生存 放你們走 基本上都是一個 一個比較動感 多一點的東西 更加重要的 我猜應該主要是 引錯日子瑜 但是 反過來 經過了 對於我來說 十期左右的漫長 我覺得 其實現在 這一兩期 無論是 白菜那條線 或者是 阿狗那條線 都是吸引了 令到我有衝動 想看回 一買就想看 之前買回來 都沒有興趣看 嗯 較好一點 但是始終我覺得 有點浪費 在這個新的地方 除了 武庚 即是阿狗 還有子瑜 這兩個人以外 其實很適合 再放多些少人物 在裡面 讓他們多些 團隊大些 或者有些互動 對 暫時來說 都是 都是說 阿狗 怎麼被十型 援龍 似乎 除了子瑜 那裡 有多少變數 之外 有些什麼變數 哈哈哈哈 有些劍氣走出來 這個要阿狗才知道 除了子瑜 這個變數之外 好像 都 不是很多 其他的東西可以其他 因為在這個城裡 只有三個有份量的人 十型 子瑜和阿狗 沒有第四個人 會做任何 改變到 他們現在的情況 的事實出來 感覺上 可能 會和大家估計的差不多 子瑜出手 甚至乎 全弓 和阿狗 幫他升等級 有 他本身 只是說功力 阿武斤比子瑜更厲害 如果在神職來說 我不認同 子瑜的連繫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他 放那些人進鬼城 都不加上子瑜一份 就是因為 為什麼他之前有扣著 扣著 脊骨 是因為他很厲害 我不會說 武斤比子瑜很大 是不需要去全弓 這部分 我們以往看的武斤 全部都是說內力 他根本是說兩種完全不同的 是電器和神力氣 不要誤會 我講的全弓不是龍虎門 那些那麼廉價 是那些麥當勞嘟嘟的全弓 即是叫教授的技巧 給他之類 在金平妹裡面的全弓 所以暫時都似乎是會直線發展 看看他下期還會不會多些特別的方向 都是的 今期阿子瑜叔叔站起來了 下期應該 坐下 可能他的似乎急了 放屁股 先去廁所 但是今期他讓我看到 毛色界 是清楚一點 究竟毛色界是什麼 之前我是 沒有了湯韋和梁朝偉 那不僅 沒有了李安 沒有了很多人才可以做到毛色界 或者你走錯了院 進了三號院 為什麼看到黃祖南 正宗基 進了九九鎮 所以清楚一點 究竟毛色 原來對於他來說 其他東西就變成了像鳥無生氣 所以感覺很特別 還有就是 古裝巧甲 這種比較神幻 如果用殺道來說 其實都是一種異能 但是那個感覺其實都很適合的 我覺得 也不需要一下子都會有冰後火 對 顏色 直接沒有了顏色 顏色 顏色的顏色都沒有了 火龍糟糕說是黑白 萬萬安五身 可能毛色界是一個屬性 但是我覺得很厲害 這種神力 對 一開始就壞水腸 最高級的 一下子就比了阿九 我的感覺好像太過主角威能 傳開 雖然他有跟天一樣屬性的類別 簡單一點做比喻物 你當成太郎和敵奧 大家都是時間停頓 但是停頓的時間 長短有分別 停頓了還怎樣算是時間 停頓了幾多秒 如果你這樣的話 再用一個誇張一點的比喻 就是 明門也是九尾 九尾的力量很厲害 但是你怎樣運用他出來是重要的 或者他可以簡單點看 他有阿天的幾多成 那就要看下期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厲害 就不需要站在身上 對 即是立即坐在身上 我坐下 預算了他應該不太行 我想他坐得太久了 睡著冷腰 有些鼻子 想找人按下腳 所以他有最強的神力 又沒有什麼所謂 差在他怎樣去運用 運用那種神力 還有 如果我們看這一段時間 他的成長其實在力量上 他一直都會輸 他是在招勢上贏 對 所以 大招 武器 總之就是因為他似著自己的主角 對 但是從來都不在力量上 提出這件事 所以都有期待怎樣 在他不夠勁的情況下 運用最強的能力 總類去 最少你要繼續股仔發展 你一定要避過十營 脫離十營的囚徒 你才可以再發展下去 否則之後就變成了感失培育 我現在很期待 拿渣和阿狗再見 沒那麼快 下次可能變帥仔 就是明門和木資業園的關係 拿女群術 拿女群術 模式界 好 那麼 封神幾 對 那麼多 下一本 好 今晚節目都 下一本 即是殺到電台 還殺到封神電台 他改了 然後說什麼 說什麼 說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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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氣 怎麼樣 今期 真是沒辦法 死了 一看到他就死了 死 死 很會造作 上個星期不是說過 垂鑫的用字 差不多句句 就算流羅都要懶有氣勢 我查過了 破節套可以這樣用 用得不對 如果要這樣說 總之看法很不順 用得難 你整篇文章不斷破節套 上個星期就說了 沒理由 後門轉油 那也要用破節套 後門破節套 然後轉油 你說廁所沒有紙 這下用破節套就差不多 太離譜了 剛才揭到死字一頁 之前那裡是說 其實 刑政為了救小女孩 就受了大摩一取 然後就走 臨走還要 在牆上黑個死字 臨走還要說 一再追趕 九號 只有破節套 露一條 錦炭號 對 你還想不讀錦炭號 然後小妖看 原來 嬴政在山洞上黑著死字 這些是 造作得來 但是不通信 他只是為了這個 做作就不會通信 通信就不會通信 我想露一條什麼 露一條什麼 露一條什麼 我看到那裡 看到後面 死 我真的 露一條死 通常這個% 都是把重點 放在最後的 雷神奇俠 神奇俠 和神奇俠 很少他 露一條 最必說他死 露一條 不是可以做 不是可以做不到 但是他的句話 我沒有所謂 這些特殊的文學 只是接受了就好 露一條就是文言文 所以一定要這樣寫才行 但是 除了他用字 那種肥良的辯字 我們都看了這麼多年 也有辯辯 有辯辯就like 原來他這麼早發現 是啊 他真的前沾了十幾年 但是故事呢 就是 就說 之前就 武王爺那兩條 三個 是 紫誠 大紅 錦衣衛 錦衣衛 是 紅毛32 入了趙國 然後明明趕到救人 結果他罵人 還要呢 荒死無人知道 要掛上旗子 說給人 我是蠢 我是來自蠢的 他那一刻又是 究竟你是 任務 支援主子重要 還是自己拿威重要 這班人 不知道怎麼會 我初頭第一期 還是第二期出的 第二期看他們的 感覺不同了 明明說 不用這麼高調 是啊 不是 他經過 但是不要這麼高調 但是他這一個就已經是 忘記了第二 還是第三期 因為他一句多口 所以就引來了 趙國那邊的人 知道了 有些人闖入了 而且這班是敵國的人 所以他跟著這裏 這班人 很有霸氣 他們就說 既然如此 我們就算要死 或者跟別人打 我們都要 有尊嚴的 就是要告訴別人 我們是來自蠢的 完全沒有必要 人家懷疑是敵人 敵國 那時候這麼多國家 如果你不說 人家要查也要很久 對於你的任務 和你要保護的人 都是一個優勢 隱瞞自己的身份 你這樣以為應該是類似 隱者的類型 特務 其實是特務 我想說 如果像日本那些 隱者來說 其實 完成任務 是最大的目標 你個人認不認 你如何達成目標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任務完成 他誠計了主子的姓 一味要認 最重要是認 而且明明別人不知道 你讓了一張棋 這樣就一定打 已經是開拖 被人發現了 其實是可以離開的 尋趙之間 肯定是對敵 已經要這樣搞 正路來說 以那時候的做法 甚至乎是扮另一個國家 扮是坐 坐坐可憐 我想也有點難扮 因為你來的方向 他們本身根本沒有計劃 你來的方向 有霸氣就不用計劃 擺明你是在對面海過來的 你還跟我說你是全身界嗎 沒有 這裏唯有一直想打一場 但又要說他們武衛高強 都可以不殺對方一人 全身而退 這是超誇張的描寫 指定是做公展 不過這樣 我們在網上有位網友說 這本書的製作也是不錯 以我看不太多瑞薪的書 他投入這幾期是真的用心 例如你做連環圖 連環式的一個射箭的表達 就算你說到最大的兩本古裝 即是兩家專門做古裝書的公司 玉記和天下 都沒有太多這些場面 但我 不知道 我覺得這種表達的手法 其實都挺舊式 是的 固然舊 但是 你如果十幾二十年沒有見過 那你就對於說完來說就是新的了 明白嗎 還有這些武打動作的設計 要下一點心思 近年的確是少見人會做這種 尤其是對於公展大部份 就是這樣拿來射 只要是射向天 或計算角度 但好像紫誠這種 在馬上跳出來再凌空射幾箭 這個連環動作 也不是幾箭 因為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你跳上前面 你不會被一隻馬撞到 他的意思是 他現在的技術就是 他一邊跳 然後一隻馬一邊向前衝 他就會坐在他的馬上 就像不知馬戲團 遊戲機 是的 但我看過胡道他應該會被馬撞 其實一隻馬也有一個殘影 一邊向前跑 你就會明白他整個動作 他這幅圖的設計 我看過時是挺吸引我的 不過我看久了就發覺 他最終表達的是 他跳高 然後連在空中射幾箭 但現在我看圖 他只不過在一堆箭堆裡面 然後射幾箭 那些箭不是他射的 因為有些在後面出 但我現在分不到 究竟你表達那些畫面上的箭 是你在凌空射幾箭 還是 只不過後面有一堆射箭 你跳高了 然後射一兩箭出來 不過有一道要說的就是 他正在向前衝 向前射箭 其實他是不用跳開一隻馬 然後才射完箭 再坐在馬上 通常如果你要講一個跳躍 然後射箭再坐在馬上 譬如你在一棟樓上 由高處跳下來 然後準備走 那你就在凌空射幾箭 坐在馬上走 而不是在馬上又跳起 所以又不是說 你說平時很少見 是因為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就是說 其實紫誠這個跳躍動作 跟那些破折可一樣 是不需要的 我純粹在畫面上 那些邏輯是有些問題 我想起什麼呢 就是 三角無雙錄 其中有一段片段 大約是這樣 就是阿夏侯淵 在某一個位置跑跑跑跑跑 救了曹操 然後射完幾箭之後 跳下去 就剛剛站著馬上 和阿夏侯淵和曹操一起走 這是我最近見過的 同樣的概念 我就想起落的駭駭駭駭駛 但他好像是從戰象那裡滑下來 一直滑一邊滑 那些動作中再射箭就是有意思 而且他是由某個地方要去某個地方 但是他現在是由A回到A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純粹為了要刑 還有告訴大家 我們大巡的弓箭手和馬匹是很合適的 默契 那些默契 如果被其他馬頭已經撞了 撞爆了下面 那些純粹好像懂得踩單輪單車那些人 就是告訴你我做到 畫面和製作很認真 但那些招式和對擺一樣 都是有些不太合適 甚至是有些無謂 到最後終於出了天王火武大刀 我們見了十幾年的一把刀 二十年了有沒有 十幾 十幾 哪有二十年了 見了十幾年的一把火武大刀 武王爺有女兒不搞 有情有意也代表他 什麼代表他去BL 你見到刀有幾個洞 你見到刀有幾個洞 我原來會失辣 他就不用搞女兒了 他看著已經很棒 有三個尺寸給你選 哈哈哈哈 這個是小時候用 大的時候用 這個十二歲小學雞的時候用 中二病的時候用 不是可以流傳下去 所以火武大刀 我以為是一群士女在 她本來想用最小的 但怕被人笑 所以在想有沒有裝作用中間 但是 路仁甲在留言板上說 大家其實都覺得 覺不覺得這本書 撇除了故事 和偶爾的灑碎之後 阿龍少的稱讚 或者阿寶 或者李宗興的稱讚 合不合理 就是OK呢 他們稱讚什麼地方 製作做得好 總之說本書厲害 好兇範 但是呢 我又在一個朋友口中 他有看的 他對瑞珍其實沒有特別的起戶 純粹有新書出 他就買來看 但他都覺得 你想怎樣呢 整本書除了戳書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戳書來的 戳齒王 林峰做主角 鄭霆鋒也可以 鄭霆鋒做武王爺 你說那些彩稿呢 是不錯的 起碼比起他自己其他兩本書 都更認真 但是 故事 真的不見如何突出 因為太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那種感覺就像是 好像近年 如果用電影來比喻 就好像近年那些 內地導演拍一些 騙鬼佬那些 古裝武打的戲 沒有什麼內容 但畫面就很華麗 又不需要講求真正的時代背景 那些服裝 總之很華麗很漂亮 用畫面來令你覺得好像很正 但其實裏面的東西可能很普通 就是盡大黃金 那些 他其實是加春秋改編的 就是這一類型 給我的感覺就是很空泛 但是阿朗呢 我真的不 因為他們讚也都讚得空泛 我不是太肯定 怎樣去評他們內心那句話 如果除了畫面 採稿那些製作以外 真的沒有 在網上和其他人討論 大部分都是那些橋段不合理 人物的個性 單調 甚至乎敵我之間 敵方的人 都是一些很 膚淺的描寫 如果作為今時今日的作品來講 同樣是寫在秦朝 春秋戰航反而還比他成功 在中間隔了什麼 就出去了 不過反過來 我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很熱 調整本書去看 不是 從尾看回頭 放到老遠去看 那個想法就是 當然我同意你們剛才說的故事 總之一尾靠創 千秋一創 陳朝王 另外一件事 因為這本書不算完完全全的原創 那種不是原創 其實他有很多資源可以用 因為真的有很多角色可以出場 但他很有耐性 出了四期只有幾個主要人物 仁西 秋哥 火舞 文虎 和兩個太后 四期內 算是很克制 當然還有那三個錦衣衛 謝天華 那幾個 風火海 不是 謝天華以外那些 已經不知道是誰 算是很克制 在出場人物裏 我主線其實是清楚的 就是 陳子王 陳子王 走去山邊拯救一個民族 弟弟想去救他 但不行 但是他就 灑了民虎 令民虎被 調虎離山 然後派了三個錦衣衛 去追逐他們 四期都只說了這些 但是 我覺得在這裏很克制 你想想我當年 為了 新駐龍虎門 第一期 一出 由長洲五樂師 然後有很多 麥堂 然後馬水靈 馬水靈 馬水靈 又出 毒曉馬 又出 四小樽又出 總之一味 就要給所有人看 或者我們曾經提過 街霸四 十幾個主角 一開始就已經有幾段 無數人 我覺得他在這裏 他算是不貪心 即是你覺得他是有誠意去寫一個故事 而不需要那個人 又未是時候出場 就硬撿他出來 最少如果我用這種方法去看他 他不是為了賣弄他有的資源和角色 然後不理會故事 故事是不是理會了就等於好 當然不是 但最少不會不管 對於我 都是有誠意的 所以為什麼 可能一直都覺得 混合下去 混合地 繼續看下去 我會這樣想 即是當混合來看 都可以 你說他懂得控制 都是事實 但我覺得 人多有人多的寫法 和好看 人少亦相對是一樣的 他這方面 出得少 但亦都混和得不夠好 好像剛才師傅所說的 事情都太刺激 反而看得很不順 很不舒服 因為我們正常不受這套 我不知香港有多少人受 所以 多極就是幾萬 多極都是幾萬 喜歡林峯那些人都喜歡 瘦的本身有很多 給中環的OL看是否瘦 可能會覺得 好帥 他真的說中環多了人買 好帥 他是認真 專欄那裡這樣說 是的 專欄有說過 真的想不到 中環也有人買過那些書 你又發行過去 你一直都知道 我會抓他買多些 但 當歷史書牌 比如今期尾那裡 他講回刑政那一段 即是被大摩小追倒 跟他們開片 那段 即是有一個 叫做空中連環的動作 除了是第一個 翻騰半空踢人的動作以外 其實其他那些全部都是不自然的 即是我覺得是浪費了制作 因為跟之前說 龍虎門和黃鋒雷的情況是一樣的 即是那些資源運用錯了 如果有時間去想那麼多 古靈精怪的計劃 不如在這些基本的事情做好 因為我相信和主編有沒有跟足是有關的 我對他的動作 我就OK啦 隨便啦 都是要灑水而已 純水 我覺得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現在以角色的塑造來講 主角不是太令我想看他的故事 反而沒有旺的 對 我想看看沒有旺的 為什麼不搞女兒呢 不是假的 那三個孔女兒想用哪一個呢 還是想著拿一把火舞刀出來切瓶 切瓶磨粉沖茶喝 剛才曼人說他們的主編控制得好 反而我覺得 其實他是不是控制得好 我又不敢說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只不過現在不出那麼多人 因為他想放多點時間在每個人裡面 令到多點蝙蝠給他們扮形 他多點蝙蝠去每一個角色扮形 所以他不會每一次都推 他慢慢分批去扮形 但是不代表因為這樣 不代表因為這樣 不代表因為這樣 因為他覺得很有計劃 怎樣鋪排故事 我又未必覺得他有那麼高 去到那些東西 OK啦 千錯一錯 繼續看他怎樣 我覺得就沒有他樂觀 出不出到兩季都成問題 兩季即是26期嗎 大概 看了四期我覺得他的橋真的沒什麼橋 他好像 他好像所有東西都勒著勒著 他還未想清楚一條大橋 即是在那裡扎著 不知道啊 但一放就滴濕腳了 還是沒有東西看的 完全不出奇 如果看過《飛刀外傳》 如果看過《飛刀外傳》 大家可能都有個抱 有心裡有數 我覺得《飛刀外傳》比這本 至少故事是有抱一點 我覺得《飛刀外傳》是有框架的 但我覺得是濃縮過程 以前的持久力可能較長 對 他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入刀外傳》 他太想每一格每一頁都很有氣勢 變成沒有了節奏 那個 盲、快、鬆、緊 是呀 李中興那些 我純粹為那個效果 譬如某一格 我想到今期王小虎飛天 但他不需要你前文後理合不合理 那些 或者接下去順不順 會不會之後的故事發展都不理 這本書的確是 他是想塞很多東西在每一格 除了一些沒有背景 不要說 純粹是說每一個人 例如 凶狠 又要搓 然後又要暴力 又要氣勢 基本上每一格都會這樣 我會覺得這個 都是他的問題 還有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因為 你看到那本書 很鮮明的色彩 其實我覺得有點過了 反而令到有些位置 你看下去好像 某些位置很鮮明 但是譬如好像 那本書看起來很多時候 顏色的彩色 全部都是橙色的 很多格都是橙色的 除非落夜入到宮殿 那些 但是一去到有盔甲的位置 偏銅 對 偏銅色 他的宮殿就是偏金 都是兩種顏色的 對 很橙眼 看得人很累 眼扣很累 對 不想看下去 沒有一種有時柔和的感覺 未必跟節奏完全有關 因為一到宮殿 其實節奏會比較慢 但是顏色 全部都很搶 這也是他的問題 好 那這節奏是否還要講到宮殿 這節奏 那就是 藍哥全期的下半身 擔正 下半身又擔正 哪個擔正 在老窩那邊擔正 擔到正 擔正了 好 那主要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這裏說 陳豪南過了去老國那邊 開始做助手那些 是不是用回舊稿的 應該不是 以前好像沒有 有一兩段 是 有一兩段 是 但是 不是那麼詳細 即是他曾畫幾格仔 什麼託室 對 那時候最初 講過幾格仔 摘比 還是摘出 反過來 是 本來畫了這麼大坡 然後他縮了 在早十多期 我沒有特別比較過 我沒有特別比較過 沒有什麼問題 是這樣的 沒有誠意 但是不特別有看過的那種感覺 不過就算 沒有的 他的稿 很多都畫過 牛腦 重複用舊稿的比率是很低的 就算當他重新畫 但是 出完又出 都很離譜 其實這個就是 是真的把當時那個 就是 他那段 曾經說過出來 魯窩拳那兩期 變成一個詳細的故事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因為他那裏 對誰呢 是不是 不是金Sir母 梁家仁 對梁家仁 對梁家仁說過他學過老窩拳 但是他沒有說過他怎樣戒毒 這一段應該是說他怎樣撕掉那個毒癮 比起他是不是真的學老窩拳這些文腸 這些母腸其實是說他怎樣撕掉 對 但是他說他戒毒癮的地方其實很少 只有幾個兒子 我覺得他還沒戒完 我想說 他是男啊男啊 不是浩男啊 變了柯男啊 什麼都是夏威夷搞定 他全部都是學老窩拳那時候搞定 戒毒也是啦 學老窩拳也是啦 什麼都是啦 因為反而老窩拳 他之前說過他怎樣學法 或者老窩拳有什麼特色 他也說過 他這裏反而就是 怎樣 pick up 除了戒毒 還有另外一樣 他怎樣重現起他 要回去幫洪卿那個意義 這個應該是重點 可能隔十多期之後 然後林哥又跑出來 炒一碟好菜 在哪裏學會的 我就是當年學老窩拳那時候 在那裏上面炒賣菜 天天在那裏搏 都是我自己搏的炒菜 我最想看到就是 過多幾期又說他 不知道怎樣學好了 然後代表拳館 又打贏了別人那一段 我最不想看到這件事 如果這樣你太神了 你根本人家說到對方那麼厲害 如果你將來真的有機會 是代表你現在的拳館 是打贏別人的 我覺得太過不合給你 我反而覺得可能是他幫 他接下來會對格萊 可能是現在有個異師兄回來的 阿習比 太複雜了 阿布習比 阿習比 可能被格萊 然後他又幫他報仇 燃起鬥志 諸如此類 你已經說了未來十期的劇情 但是我想 因為他現在其實是相差很遠 要學都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之前 雖然由講返藍哥的下半身 開始好看了 每個人都稱讚好 真的好看 在劇情上面 在劇情上面 很多人都說好看過之前 因為之前第二代那段 太過悶了 然後我想想 其實最出問題是些什麼呢 就是 我們想的以前看 阿藍哥 你由在藍田背水庫球場 給阿嵐坤玩的時候 哪是每次都要大佬B出來幫你忙 你有沒有什麼時候見過 阿蔣天生躲在後巷裡 然後準備 阿嵐坤是否想打氣 阿嵐坤 等我教你幾招 等我教你 沒有的 你什麼時候見過 阿蔣天生戴著頭盔 坐著電單車 然後在頭盔裡吸煙 然後吹到整個 頭盔都是煙 然後很煙與淒蜜 然後跟浩南說 浩南你是不是跟著我們洪兄 你是不是想打氣 阿嵐坤 全部都是阿嵐哥自己打氣 當然有時候有朋友 但是你這群男生 全部都要龍頭來幫忙 那我究竟 你怎樣可以令到他捧得起 讓我們覺得這個主角 會自己找方法解決呢 但是他寫新一代的時候錯了 他就馬上縮到不夠膽 再用一些新的手法 或者橋段去交棒給這些年輕人 反而要陳浩南重複自己 做回自己年輕人做過的事情 這樣都不即時的 因為他其實都寫了幾個 他真的發現 寫了幾個都寫不成功 這樣才找到浩南出來 我覺得 他寫那群年輕人的錯誤失敗在於方向 不是因為這群人是新的 沒有市場認受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有用心去寫 集思講益的話 我相信這群年輕人很快就可以 接回以前八大那個棒 甚至乎可能銷量都有機會承托回 但是 就是又被我見到 就是又是老前輩 又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又是對市場沒有信心 又是搬回老爺出來 我就最討厭看到這些情況 現在幾十歲的人 又要去打帶又起身 然後又成為擂台拳王 到底什麼事 他現在就是牛佬的一生 古惑仔剛剛出 牛佬準備上位的時候 搞到這間公司很大 又準備做龍頭 好了 開始第二代江湖出 他都五十歲了 他就開始對那些小孩指指點點 原來指指點點 讀者不喜歡 又說回藍古 又說回他 唯有是這樣 即是悟空死不了 是啊 即是悟空死不了 有同一個失敗的理由 但是第二代也是搞不定 其實調整一下方向就可以了 其實他應該狠心些 為古惑仔的將來打算 我不知道牛佬還想著寫多久 即是水落馬藍高 其實很簡單 你試一下 現在你看長江藍高 你試一下 頭換了是尤子健 其實已經馬上好看了 是啊 真的 尤子健這麼大隻 哈哈哈哈 這些才是讀者想看的經歷的巧 但是 我又給一下我的意見 即是 我沒有看 即不是由以前古惑仔開始看開 反而是由第二代開始 才開始留意故事如何發展 即是 我不知道之前怎樣 但我又覺得 他講之前 麥華那些 我又覺得這些 比較 即是 有古惑仔味道 那些古惑仔 那你現在又講打拳 又講 不是香港 不去哪裏 那我覺得 即是 即是你講產片 有時候都有些情節 但你不會太長 那你都叫古惑仔 那你當然講香港江湖 他應該是 即是講洪興的勢力開始壯大了 上期就出了一個深圳福田渣兵人 遲些應該是阿炳 對 今期 現在就選這個 老窩渣兵人 大洋燈的地盤 即是十二渣兵人已經不再用了 已經不夠用了 不夠香港區用了 應該去到大東南亞 即這樣搞法 其實陳浩南就會變成 即是古惑仔版的風雲 黑炮 長空那些 即是百歲人魔打到老打到死 他就是鴻卿海外拓展部經理 接著打完這隊就去找農園 吃完之後就長生不老打多二千匹 當然不是啦 你忘記了嗎 他還有個阿菲斯底 應該是菲斯興 即是我覺得你不想弄死陳浩南 可能遲些還有用 就像現在這樣 將他出差去另一個地方 但你那個重點放在香港 其實之前那些 你說不好看 我覺得又未至於 但好像萬記講 經常都是 去到尾 又是要阿藍哥走出來 點醒你 公式 用了幾次 這些是極度老師的橋段 極度佬知佛 極度魯西伯 極度魯西伯 這樣我覺得 我覺得也有點怪 我不怕得罪說句 笑 喜歡看現在陳浩南故事的人 其實某程度也是導致廣漫 investment 如果對著主角這麼多年看著他的成長 你沒有可能滿意到他又要重新去起點再來過 你想一下 看著陳奧林成長的那些人 都四十多歲 他又可能剛經歷完破產 那就要再重新回來 一不覺意 在洗澡房打完 老婆又走路 這班人想著教一些小朋友 在公司要怎樣做事 翌日就被上司裁員 去另一間老窩拔骨拳館 就從新做過 拳館是教人拔骨 寫太遠了 好像那班人的起伏 有時候到這個年紀 不應該走回那條舊路 錯了 反過來想 去到某個年紀 讀者去到某個年紀 他都不想再 他不是想基於我現在的位置 轉換再上升 反而就想 不如我打低他 看他由頭來過 我相信所有老宅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你個人累的時候 你想找些東西看 你寧願拿一部 你看過很多次的舊漫畫 你都不想開到新書 那種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再看一次 是悶 但我看習慣了 如果我再認識新角色 新人物 我覺得累 他已經沒有空間去重新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這是轉數的問題 因為他接受不到新的市民 這節先講得不多 好 待會再見